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请接着看下面的这段文 又是血气之熟,戒汗灵知,既有灵知见我一体 这一段话说得非常之好 我们要常常想到 这一切动物有血,有气 血气之熟都是这样的动物 动物都有灵知 都有知觉 既有灵知见我一体 我们知道 这个物质是有界限的 灵知没有界限 没有界限 这才知道是一体 所以佛说 虚空法界 是我们心的现象 跟我们心是一体 也就是心 显现出来的样子 就是虚空法界 那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变现出来的样子 就是众生 就是众生 过度 包括现在所讲的自然现象 凡夫 凡夫 粗心大意 很难 觉察到 虚空法界 跟自己是一体 正因为他本来是一体 所以 一切众生 彼此之间 都有感应 感应的 灵明程度 与众生的 亲近心 任务心 可以说 成一个正比例 心愈清津 感应的 灵明度 越强 所以 在佛与大菩萨 他们的境界当中 整个虚空法界 属于一切众生 跟他都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就如同 他这个接受器 非常灵敏 极微弱的 这个波动 他都能够受得到 而我们凡夫 这个接受能力 差了 实在 我们接受能力 原本是相同的 现在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他的接受器 保持的非常完整 跟心的一样 我们这个接受器 不知道保管 然而物料 许许多多成功 脏乱不堪 所以接受的能力 差了 只有大的波动 我们能够觉察到 威胁的波动 完全接受不到了 就像这个 比喻 相似 如果我们自己 能够真正做修养的功夫 所以修养功夫 就是把我们心地的 汇钩 洗刷 清除掉 恢复到我们的本能 那我们接受的能力 就跟祝福如来 无二无别了 虚空伐界 过去未来 所有极其微弱波动的现象 我们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这个接受的工具 不需要机械 不需要肉体 主要知道 接受能力不是肉体 灵芝 那灵芝 有没有像呢 我们一般人讲 灵芝 没有像 佛在经上 也这么说 这个说法 是对凡夫说的 凡夫能够理解 就他的程度 就他的常识 来说 不是佛菩萨自己们 所说的 佛菩萨自己们 他们在一块说 灵芝 又像 那么这个色 这个色就是色像 这个色像叫五表色 换一句话 我们的眼而鼻舌 乃至于义 都没有办法感受得到 所以这是五色 其实五色还是有色 我们见不到的是 佛菩萨能见得到的 这个话很难懂 我们的句比喻来说 比如 人都会做梦 那我问你 梦中有没有色像呢 我们细细去想一想 不能说没有色像 为什么呢 我这个梦行之后 回忆 这个梦里就境界清清楚楚 我梦到哪些人物 梦到他在做些什么事情 梦到那些生活环境的状况 就像真的一样 怎么没有色像呢 那么既然有色像 你在做梦 旁边这个人 为什么看不到呢 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 佛讲五色戒 那个五色戒 就像是梦中的境界 定中的境界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别人就差不多 别的人跟我们在一起 无论他是醒着 或者是一同睡着 他没有办法进入到我的梦中 他见不到我梦中境界 道理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 如果是有功夫的人 也就是说 心底清净的人 清净到一定的程度 你一做梦 他在旁边能看见 我们在传记小说里都看到 那些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大家读书 也许都读过传奇小说的 黄良梦 这一个老道是个修行人 有定功 他在那个地方闭幕打坐 旁边这个秀才 在旁边打瞌睡 在做梦 梦醒了之后 这个老道给他说 你梦中做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他全都知道了 怎么知道 他看见了 梦中那个心 那个境界 心变现点 他看到了 从这些地方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事 有粗的事 有显示 很明显的 有极为细的事 我们凡夫 无法见到 无法体会到 这样我们才能够信得过 佛菩萨甚深肯定 他那个心 清净心 清净的纯度 我们无法想象得到 在他那个境界里头 一切众生 极其威细的念头 极其威细的现象 他一目了然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知道 灵智跟我是一体 灵智自然是一体 色相也是一体 纵不能公修制的 我自己不能把自己的 道德水平 修到究竟圆满 为什么呢 道德 真正到这个程度 这些小动物 对你都尊敬 对你都爱护 这个清乎就是爱护 绝不会来干扰我 我们要有德行 去感化他们 硬帮大师 七十岁之后 七十岁之后 房间里的这些小动物都没有了 蚊虫 蚂蚁 蟑螂 跳蚤 一个都找不到 七十岁之后 七十岁的道德修养 达到这个水平 这些小动物对大师都敬仰 都来保护他 怎么会来干扰他呢 我们见到了 我们听说到了 自己也要加工修德 我们今天自己修的还不够 为什么呢 自己居住环境里面 环游这些小动物 不过自己也有体验 也能证明 古人所讲的是事实 因为自己断卧修养 心低一天比一天善良 一天比一天诚恳 一天比一天亲近 一天比一天慈悲 我们很认真 很努力地在做 从什么地方看呢 从居住环境这些小动物看 他来骚扰我们 少了 数量少了 次数少了 这是我们自己很值得安慰的 自己的善德在进步 但是还不够 为什么呢 没断绝 但是自己有信心 二三年之后 大概我们居住环境 这些东西可以断绝 我们绝没有心 想把他赶走 当然 更没有杀害的这个念头 我们爱护动物 我们每天 我们每天读经念福 修极功德 也都回向给他们 我们 我们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 我们照顾他 他也会照顾我们 都有明显的感应 我们尊重他 他也尊重我们 我们敬爱他 他也敬爱我们 不仅是动物 连植物 树木花草 都有感应 我们爱护他 照顾他 他长得美 花开得好 开得香 他的回报 来供养我们 我们种的菜 种的花果 需要的时候 我们要去采来吃 那是他甘心情愿来供养 我们对他真的有爱心 现在我们发现 外国人常讲的 这个植物喜欢音乐 确实是如此 所以我们的菜园 播放音乐 这个音乐是给这些植物 供养他们的 现在我们播放音乐 我们改播放符号 改播放奖金 他们也会听 我在这个图文巴山上 我们自己种的有丝瓜 大概种了一不少 五千发四就照顾他们 有一天晚上 这个丝瓜托梦给他 说丝瓜长得太大了 太老了 你还不来采 到第二天 他果然就找 找到一个很大的丝瓜 真的已经太老了 那采下了之后 只能留着做种子了 丝瓜会托梦给他 叫他去采 已经太老了 植物都有灵性 忽宽于动物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要生在爱的世界里面 要生在感恩的世界里面 要生在互助互助的世界里面 这个人生都美 真善美慧 不是口号 我们可以做得到 我们能够欺辱这个境界 又活络而不为之 为什么天天杀害生命 来养活自己呢 这些动物 它不是甘心情愿来给你吃的 你杀害它 它恨你 你跟它借的冤仇 这个冤仇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 吃它半斤 来世要还它八两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生生世世 互相惆怅 这一桩事情都可怕 这是愈吃到了极处 所以一个人修行 在菩提道上 障碍很多 这障碍从哪里来的 都是无量节来 以及这一身当中 给这些有情无情 借下了十十多多的怨仇 怨恨 造成了十十多多障碍 我们今天有幸 读到圣贤书 闻到圣贤的教诲 幸亏 还有一点善更复得 听了 听了度了 身心不已 一教奉行 老老实实 认真努力去做 才证明 古人的教诲 真舍不虚 佛教导人 信 结 行 真 最后 一定要证实 似是真相 于是 八百 所以 我们常常能想到这些 这一桩事情 特别是在 饮食的时候 你能够想到 你就不忍心 吃众生肉了 这个是 一定的道理 接着 廖凡先生又说 如前日好怒 毕四曰 人有不及 情义 情所 宜亲 背离相干 与我 活余 本无可 怒证 这个真谛 要看得开 你为什么 会发脾气 当然看到别人 把事情做错了 得罪于我了 我才会发脾气 人 为什么 把事情做错 为什么会得罪我 要多想一想 这个人 毁谤我 侮辱我 伤害我 我要想一想 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 他对我不了解 对我有误会 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良好的管道沟通 所以才有这样的现象 这个事情不能怪他 我自己也有不适处 纵然自己没有不适处 故事都在他那一边 与我又有好感 佛在无量寿经上说的好 特别是我们处现代的社会 看到许多人为非作歹 使我们自己 有时候确确实实好像不能忍受 佛在经上告诉我 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信任无知 不舍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佛说这个话多问候 这些人 他的父母 他的长辈 不懂得人意道德 没有好好地教导他了 所以他才反过 才做一些违背发迹的事情 我们看到了 听到了 应当原谅他 不能够责怪他 你看这样的心多平和 这个心量多伟大 我们应当要学习 不可以责怪他 即使教导他了 他还犯过失了 我们也要回头反省 我教导的都不够好 我教的不够圆满 我教的他 他为什么还做不到 不要把故事多推给别人 应当回过头来 自己好好想想 你们现在 有很多做父母的 遇到我法师 现在儿女不听话了 有很多做老师的 告诉我法师 现在学生不听管教 我的回答 我说 你的子女学生没过失 你没有教好 你怎么能怪他 不错 现在社会的大环境 非常务劣 邪志邪迹 导致邪行 充斥在世界 年轻人 哪有不受熏燃的道理 这是现在年轻人 难教一个外在的因素 可是这个外在因素 我们如何用内在的真诚去克服 古人讲的不错 今诚所致 今时为开 那我们再细想一想 您的小动物 蚊虫蚂蚁 都能感动 花草树木也能感动 人 其不能感动 不能感动 是我们的金城 没有打到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这样的反省 那就好了 一定会把自己的德行向上提升 唯有提升自己的道德 才能感化 现在这些年轻人 我们自己没有 清高的道德 因为去自怪年轻人 去惩罚年轻人 这不是办法 教育这个手段 惩罚不是一个最好的手段 最好的手段是感化 是要自己用真诚爱心 清净平等的爱心 去感化一切众生 佛菩萨 对于畜生 墨鬼 地狱 都能够感化他 都能够引导他 回头是岸的 侯宽世间 有情众生 我们应当想想 要怪自己的功夫 德行不够 决定不能怪别人 还没有接受感化 这样才能成就自己 成就他人 佛在经上说的 未能自度 而能度人 无有是处 这句话说的好 所以你要想度化别人 必须成就自己的德能 唯有自己的德能 才能感化别人 才能够度化众生 佛在经教上 说的这样的圆满 这样的究竟 我们读诵经典的人 不能疏忽 我们不能成就 实实在在 廖凡先生在这里所说的 音讯 粗心大意 进一步 这又教个我们 又死天下 无自事之豪竭 又无 又忍之学问 行之不得了 皆极之得 为修 感而为之也 这些都是我刚才所说的 天下 没有自以为是的豪竭 凡是自以为是 刚疲自用的 这个人 却不是英雄豪竭 那称赞他是英雄豪竭 那只是称赞而已 又名无始 真正的英雄豪竭 绝没有自以为是 那我们称佛 为大英雄 你看这个寺院里头 供养佛像的大殿 称为大雄宝殿 这我们称他大英雄 佛有没有自以为是呢 没有 佛跟众生讲经说法 他说了 他自己没有说一句话了 没有说一句 说了四十九年 这是什么缘故呢 他所说的都不是自己的 是谁的呢 古佛所说的 孔老夫子一身教学 也说他没有他自己意思 他一身呢 只是数而不足 所说的都是古圣先王的教诲 你看这么样的谦虚 绝不没有自以为是 绝不加自己的意思在里头 这是真正的英雄豪竭 所以无忧人之学问 忧是运恨的意思 圣贤人的学问绝不会引发一个人自私自利 绝不会引起一个人贪 绝不会教你去害别人利益自己 圣贤的学问没有这些 一个从人上说 一个从书上说 那回过头来我们反省自己 行有不得了 皆极致的未修 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反省 我们自己确确实实 道德没有修 我们的真诚不够 所以我们的感化达不到 无虚意自反 这些东西我们要认真自己反省 所以要想帮助社会 帮助别人 帮助社会安定和平 帮助一切众生 幸福美满 从哪里做起 从自己修德做起 你自己没有真正的德学 如何能感化众生 自己还有一丝毫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念头还没有放下 如何能感动众生 如何能行菩萨道 这些话句句都是真话 都是实话了 所以 我们想帮助这个世间 减少灾患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世间有不少人都相信 古老语言所说 我听很多同修从欧洲回来 欧洲人都非常尊敬 相信16世纪的语言家 纳斯多玛斯 他们都把他当做圣人来看待 他的预言是讲 我们这个世纪有大灾难 基督教圣经里面 讲世界末日 伊斯兰古兰经里面 也讲世界末日 大概都是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们这些书看了 这些话听了 也忧虑不安 我们自己如何能在这个灾难里面 幸免 如何能够在帮助世人 渡过这个难关 有没有可能 我们今天多了两番私讯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可能 我们自己修养道德 自己就超越了 佛家里所说的 供业里头有不供业 我们自己可以超越 我们自己有能力超越 那就要帮助广大了苦难逗生 如何帮助他呢 一定要以德行 要以学问去感化他 让他觉悟 让他明了 让他忏悔 也能够断卧修善 积共雷德 这个灾难可以化解 纵然不能完全化解 可以把灾难程度减轻 把灾难的时间缩短 这个效果 就是很大的功德了 我们 应当 认真 努力去做 怎样修养自己的对行 这个书里就举的例子很多 我们细心去体会 反复的推敲 他底下又举了一个例子 这毁谈之来 这毁谈之来 借磨炼玉尘之地 我将焕然受刺 活怒之勇 这一条 我们每一个人 时时刻刻都遇到 我们能不能做到 别人 莫意地毁谤我们 毁谤我 我听了之后 能不能一丝毫 怨恨的心都不起 这是功夫 有人造谣声势 在外面毁谤我 有同学来告诉我 某人 说你的坏话 怎么样 我回报你 他一开口 我就制止他 不要再说下去 他感觉到非常惊讶 为什么 我告诉他 我希望我的心 对那一个人 永远保持最好的印象 我不希望 他的不善 种种种的言行 放在我的心里 我不希望 我永远 记人家的好处 记人家的善处 我的眼睛 看天下都是善人 都是好人 绝不把别人的不善 放在我心上 把我的心变成不善 这个损失 这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 那个受我 坏话的人 破坏我的人 从前对我很好 我永远感他的恩 待他的德 以后种种这个不善 那是别有因素 这个因素里面多半都是误会 他为什么从前对我好 现在对我不好呢 从前我对他有好处 现在好像我对他没有好处 从利害上 心里态度 隐形改变了 这个改变 我清楚啊 我过去对他好 现在对他更好 是他不了解 为什么呢 他的心目当中 只是明文立扬的厉害 我今天已经提升了一步 我今天完全讲的是德行 在道德上向上提升 名利上我放下了 我对他的好 他不了解 他产生误会 我应当要原谅他 说原谅他 我的这个心胸已经很小了 已经是错了 完全没有这回事情 这个事情 他在别的地方可以发生 在我心目当中 永远没有发生过 我们这才能回归到自然 回归到天性 许之 为什么一百二十岁还这么年轻 还这么健康 一生不生病 还能为社会苦难众生服务 他为一些老人服务 其实那些老人比他小得多 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一百多岁的人还替他佛务 什么原因呢 心底里头不夹杂丝毫不善的念头 决定不许可 有丝毫不善的东西 跑在我的心里面去 我都要防范了 我这个心里头 只容纳一切众生的 善心 善行 善德 这才是修扬自己的道德 所以我们遇到了 人家毁谤 侮辱陷害 我感激 为什么 从这个境界里面 来勘验自己功夫 究竟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我还有 有因恋恶的心 有因恋不高兴 自己立刻回过头来 要忏悔 我的德行不够啊 为什么经不起考验呢 所以 决定是 欢喜 受赐 活怒 只有呢 人家这样对我 我用这个态度对他 这个慢慢传到对方去了 对方会感激 会回头生 我救了自己 也救了别人 如果我一听到别人毁谤 我就发怒 我就存报复的心 云云相报 没完没了 自害害他了 这个道理 不难懂啊 这个事情厉害得实 也不是很难明了 多想想 多思维 我们就能够自救救人 自度度他 这又活落而不为之 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间 希望一生当中都能保持着真诚心 都能够永远保持着爱心 爱一些众生 人爱我 我爱他 不难啊 人恨我 我爱他 这才叫真正功夫 真正的德行 真正的学问 造无理失误的 罪业的众生 我还是以真诚平等的爱他 因为我知道他有佛性 年三字经上第一句说 人知出信本善 我知道他的信本善 他的真心 他的真心是本善 我尊敬他 我爱他 他染上的那些不良习气 那不是真的 那个可以改 所以只要一念回头 他就是善人了 恢复到他本来啊 这些道理似是真相 不能不知道啊 廖凡先生接着说 又闻荡而不弄 若无其事 虽禅烟熏天 如聚火分空 终将自习 我从年轻的时候学到 我懂的 我明了 好像是在去年 这个 污道法司 把这个台湾有一些报纸 杂志 传真给我 邪灵婚信给我 这些呢 都是台湾一些出家人 执着我的名字 毁谤我 武儒 说我这个 奇畅 无量寿经汇集文 是恒大的罪过 误导 许许多多念佛人 长篇累读的文章 写到这里 误导法司 要找一批同学 写文章来反驳 我立刻 打电话告诉他 随他去骂 一句话都不要说 为什么呢 他骂累了就不骂了嘛 与我不相干嘛 他写文章随他写 他总会有写累的一天 我们一丝毫反应 都没有 他误到是忍了气 好 听话 我们就不理他 那现在不就没有了吗 这个骂人 你要知道 两个人越骂越起劲 如果一个人骂 一个人不吭气 骂到最后 他骂累了 他自然就不骂了 这个人坐在这里 很舒服 在那里听唱歌 那哪个人高 哪个人低呢 旁观的人 某人有修养 某人风度很差 有人批评 我们何必说一句话呢 何况骂人好累啊 那个发脾气 对身体的伤害 非常严重 发一次脾气 那个许哲讲 三天都不能恢复 你为什么要发脾气 那他骂你 你很难过 他骂别人 你为什么不难过 他骂我静空 静空是假名啊 很多人都可以叫静空啊 我何必要接受呢 你人家骂你 你就接受了 你傻了 你愚痴啊 你听了 像他骂别人一样 如果不相干 心平气候 这个云然就化解了 躲误会也化解了 不要去理他了 打架也是如此 两个人越打越起劲 如果一个人打 一个人不还手 那个打的人 打几下 他就下不了台了 你再打 人家不还手 不打 自己又难堪 这个方法对于喜欢打架的人很有效果 我都用过 我在年轻时候遇到一些同一朋友发脾气的 他打我 我不还手 他把我推倒 我就倒在地下不起来 旁边人看到 他在那里很难看 下不了台 那要打 打不下手 不打 好像这个也没办法收回 我这招很高明啊 不要跟人争 一定要保持好的友谊 这种过时错误 希望把这个时间缩短 友谊要很久 要长久 做人的道理 帮助自己成就别人 所以一切谗言 自己会消失 不比我们去辩驳 欲变欲黑 不能辩驳 自然的化解了 这个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